新冠肺炎疫情依舊嚴峻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佩祥 特地結合基隆市不動產 仲介經濟商業同業工會 捐贈2500個N95口罩 給衛福部基隆醫院 並且親自協助搬上醫院的車輛 感謝力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我們也經過我們理監視會 同意通過以後 來做這一次的公益 我想我們醫護人員在第一線 都真的是蠻辛苦的 那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是會繼續的減徵 謝謝 部立醫院跟長根醫院 還有其他兩家醫院 是我們這次針對新冠病疫情的最前線 要是說他們沒有足夠的子彈 沒有足夠的醫療耗材 來去面對疫情的話 我認為可能我們全體基隆市的確診率 會再高5%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急的 然後高理事長一句話二話不說 馬上就動員 所有不動產仲介工會的好朋友 有錢出力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的 來幫我們把這個口罩 再多湊足2500個 對於副議長林沛祥的力挺代表 收下N95口罩的 部立基隆醫院人員滿心感謝 基隆醫院那很感謝我們在地的服務 也得到在地兩位副議長 還有那個不動產仲介的高理事長 還有一些好朋友 大家願意培養 陪著我們一起為我們在地的一個 我們大基隆的鄉親一起做最好的服務 也希望在這個防疫的路上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 謝謝 面對嚴峻的疫情 副議長林沛祥呼籲各界一定要挺住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共同防疫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